这个孙子更坏了 就前两天 他告诉这些 出去的这些 他的队员回来看他所谓的 给他过声说 你们以后也要去搞清训 要像我一样 搞清训完了以后 不要收孩子那么多钱 孩子钱不够你们要补贴给他们 把你们赚的钱要补贴给他们 懂了 就是共产党这帮说的 你说徐安宝这种恶 有一个算一个 你说所有的家长老百姓求援 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去抨击他 所以就像你说 你这个孙子你挣了钱了 你也有保障 你有这些国家给你的这些 你像你的队员 最后说 你搞清训吗 你不要挣钱 你他们挣的钱 给这些孩子补贴 这个忙八蛋 你挣的钱为什么不给孩子补贴 他现在挣的这些钱 他为什么收孩子这么多钱 他怎么没有给孩子补贴 他可以 他可以早送一点